广迷大家好 又开锅了 煎我最喜爱的鱼 今天吃鱼 大西洋的雪鱼柳 一块 一包是这样的 一包是4件 包装的 不用怕吃不完 我拿了其中一件煎 这款鱼有什么特别 第一是深海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深海石斑 深海石斑 刷出来是一片片的 另外就是骨小 除非中间的大骨 其实旁边的骨 都比较小的 听到嘎嘎声 我们完全没有鱼 等一下可以放点海盐 在里面 在里面 煎完 今天我预备了一个很美味的沙律 给自己配鱼 对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吃鱼 因为它是煎的 哇 这个要慢慢煎 已经动了 很漂亮 这个位置 不断炸油 我手不断炸油 我姐姐 翻炸油 翻炸油 好了 好 好 开袋 解冻 解冻开袋 调碎了熟 然后 冲一冲水 吸干水分 这样就煎了 什么都没有了 嘎 挺漂亮 好 没有技巧可言 好了 我们再等一会 时间 那就 起锅 给个食后报告给大家 刚才我们 大家可不可以好 刚才我们煎了多久 这个 收鸡之后 5分钟 5分钟左右 再煎多5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 可以 整碟了 哎呀 你看我 今天挺好努力 其实平时我吃这些的 我是牛 吃草 来吧 好心急 这个就是我今晚的晚餐了 哇 好漂亮 好了 这个位置 一二三三 在这吃麦当劳 你看吃麦当劳 会拍到你的样子 放心 美佬可不可以帮我拍 我拍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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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块 有四件 我吃了其中一件 你看 肉 你看 肉 一片片 这些是深海鱼才会有这些效果 一片片 先吃 它滑的 但是呢 是有咬口的 刚才你见我拿了些 黑椒海盐 就这么简单 什么都没有了 就不需要调味的 你看 一片片的肉 哇 好正啊 我感觉自己也吃了石斑 因为是深海鱼才有这种 烟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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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烟鱼的感觉 要用刀叉 用筷子 好像大沙风肥 好不好似 皮也是香 而且最重点 一丁点都不腥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才是重点 嗯 好呢 今天我介绍这个 那包鱼呢 连姜都没放 对 姜都没放 对 上次鱼皮也是 上次鱼皮也没放姜 好 这个 今天隆重介绍这个 隆重介绍 隆重介绍 大西洋雪鱼柳 多谢菜 拜拜 拜拜 拜拜